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有馬耳 我是何馬仔 我們今天就是講CP日後談,即是動漫誌中的Creative Paradise 我們今天也邀請一些嘉賓,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Billy,我有做過同漫畫師,我以前有個室友叫Mintry 我的拍檔Yo有自己發展,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比較少玩通人 但仍然有用過不同的身份,例如有Course,有做過Circle的代表 或是有幫不同Circle的手 所以對維台的同仁圈都相當熟悉,請大家多個資格 Hello,大家好,我是專利Yuli的順子 我想應該有些朋友會認識我,我想不可以說什麼 一定在香港同仁圈有生活過的人,一定認識你兩位 一走過就見慣見熟,你們兩位 我就是一些圈內人才認識,不過我想純子來講,都有相當多的讀者 這個就不要在這裡談了,我們介紹下一位嘉賓 大家好,我是Andrew,我的名字是Teen 雖然是香港人,我是加拿大,住過幾年俗大學 就回來了,在這裡工作和Squatch Cours 好了,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動漫誌和以往有些不同的 就多了將以往的地攤,變成一個獨立的創作童人仔,即是CP 事前,在動漫誌之前也讀了兩集,專訪讀事前的訪問 事後也有一個梅顧,請了三位讀童人家有關的人過來 當然,以前就叫做創意地攤,加過童人坊 現在就不是,整個性格,三樓的坑就給了你們 童人坊是不是潛逃的?即是走去外國那些? 我回答不了你,你突然搞這些東西出來 我很難回答你,我想不到 不過不要緊,先說回三樓 今年的童人陣跟以往不同 五天就縮兩天 也有人說,這樣就少了三天生意 當然你也說,我真的五天回不了你,六天就適合了 好了,不如先交給兩位畫師 先問詩子,覺得今年變成兩天的效果如何? 其實就很難說的 我個人呢,都是喜歡五天的 但是我很清楚對於很多朋友來講 兩天其實是剛剛好的 我亦都幫我手的范秀子都說 兩天真的剛剛好,五天好長 但是數字來算,一定是五天好些的 我覺得他另外開一個招呼,有好有不好 以前你會覺得同仁志那個位,他越擺越變 然後去到,那些人是走到買來,咦,原來這裡有東西買的 但是今年就會覺得那個地位好像提升了 所以,我對於CP的感受很複雜 Billy又怎樣看?覺得性格 其實我覺得,宏觀來講是一件好事 最得限度,可能我說,就算由一般的觀眾的心態去看 比較認識到有同仁這件事的存在 例如說,你們在動漫志的廣告裡 也有提到《創天同仁志》,也有說過 也有說過,就算你們在《一樓》 即是說《動漫志的廣告會場》 我看到也有很多標示 標示了,原來香港有同仁展會的存在 相對於CW和RG來說 我相信,可以說是觀眾 人數,不論是人數還是種類上多些 而不是那麼局限於圈子上,而變得更大了 那我再說一句,就像雄志所說 以前的賽地攤又怎樣呢? 什麼叫物言回首? 懶人客在燈火? 那山村? 當你見到外面大堂大堂大燈大火的時候 而又在這部機箱,沒有很多廣告放著地攤 之後就覺得這裡好像那條沒有少量的,好像有什麼煤 難聽句話說說,如果調上三樓 就是性格,我應該知道沒什麼 是什麼詳詩詢問我 他們發現自我延食後,阿Sam說 er,你們有沒有一個措施引導他們上去 你要屈取他們,便宜又,有相處 Auld 只是走錯路上三樓才有人前去 而他們說有,實際上我系 Lan Fail nau 司機有個牌子三樓創天 其實要很清晰 覺得這很奇怪的現象 第一天星期六上午 可以直接乘機上去 到星期六下午 後來就變成要繞進隔壁裡繞到幾條鐵馬才能去到 星期日更厲害,鐵馬變成有幾條龍 越來越繞越長 看見他人數越多 看見星期日是機會一家大小 可能是老爸媽拖著小孩過來 你見到這個場面的人數和年齡長分佈是比斯斯蘭RG多很多 反過來我想說一個 我不記得是個別年份還是什麼 我記得有一次同仁展好像是最入行 然後再出一行就是創意地攤 結果效果就是什麼呢 本身那堆Proof 可能是電擊、萬代 簡單來說是病帶,賣高達 然後賣高達旁邊有一堆叫做創意地攤 大家會看到有一堆不知道什麼 但是創意地攤後面還有一行叫同仁 所以如果那些人不知道是什麼 看到前面那些樂園,變成攤檔仔就會離開 是呀,他隔壁就是出口 是呀 轉左就能出口 我記得那一屆 在整個角落口再賣 還有,當時那個 因為他那時還是零速搞的 他們很不熟同仁的 他亦都很擔心我們設一些Poster會塌 所以你是完全沒有任何辦法告訴別人 我是在那裡的,你們過來 是沒有辦法的 我四十年前去那個ACG 其實都是覺得很少去那邊 雖然有去過 但是其實那個根本 你是注不了你的注意 其實因為那些Bandai這些大公司 放得這麼漂亮 所以無緣無故有一個角落 好像不是沒有什麼 其實你會走一些大灘 覺得有時間才能走到那裡的角落 說回今年只有兩天 其實很多人都去不了 這些叫法菜地灘 當然為什麼呢 每個人都在邊位 旁邊有很多刀刀劍劍 有些附近有人買黏土人 又有些買貼紙 那又買些卡拉 還未賣茶葉和藥油 你是不是叫洗劫精 買面具 買飾物 大大熟悉 2003、2004年動漫戦 還有什麼花油買的 我最記得派福仔那些 什麼239那些 那些油的 我當然還未跟福伯拍照 你當我是Cosplayer 我打算他會賣阿福仔的 我打算他 就是跳一下這個 我會和你多80年 那說回CP先 今年號稱9萬人入場 其實在於兩位在場內的 話師來說 覺得氣氛是怎樣 先來説 之前擺開ACG 其實是有少少分別 當然是會見到很多人 但是 我以為他的路 其實是相當闊 所以你會感覺不到 他是很多人 但實際上 以我的經驗來說 是實際很多人 其實可不可以開心 看見路這麼闊 哇 漫漫長路 真的 闊 又好又不好 你窄些 那些人可能迫著 一定要慢慢走 那就會看到你的東西 但是如果他很闊 一支箭搜射過 都沒什麼看 然後就會離開 其實你路上CP 那些檔不是很多 那你一支箭搜射到自己 心意的檔 萬一之後 就繞到你那裡就可以 對不對 據有人統計 好像CP的檔口 是120個 左緊 當然 有這麼大的場 禮拜六那天 其實禮拜六日都是 半個Hall 3 但是其實禮拜六 是曾經開過 因為有人要排隊 人太多 客人太多 很多人就很快 在禮拜六下午就完售了 小弟四點鐘去到 那時候已經完售了 好 但是後面那裡 就變得刺激了 Billy 那你當時是感覺到如何 其實那個CP的氣氛 他說19萬人入場 很厲害 如果你說計 其實是以香港的同人場 是倍數增長嗎 人數上面 我相信大家就各自有各的說法 有一樣東西最重要 就是說大家來的時候 難得有多個場 對比CW或者RG 是不是真的有些好 或者只有他才做到的優點呢 那我覺得其一 就是 反正大家多了個場買 大家可以同時參加三個場 都可以的 第一 我相信就是 這個場是我唯一覺得很涼快的場 跟PW和RG比 我覺得空氣很清新 對 大家要留意一下 例如說RG 當可以搞第一屆的時候 參加的 攤檔的人數 都是100檔左右 我想跟大家說 每個活動都有自己的 開始的時候 未必真的會有這麼多檔 老實說 人流這件事 就固定了 因為在動漫節 大家都相信大家 去動漫節的人 心裡面有個數 結果他究竟有多少人去CP呢 就看看CP 純粹看看CP的宣傳 做得 好嗎? 這是一些物理正常的事情 如果我沒有記錯 慣常來說 大會的官方數字 每年五天的總入場人次 應該大概是二十幾到三十幾萬的 就是那個範圍 但是 他如果 按照說法 就是 入CP有9萬 大家可以想到 有一半人會去了 大概 其實 比我們預期之中 之前是好 因為我們之前可能想到 可能五個一個 甚至十個有一個去 但是實際上出來的 是更多的 計二十幾萬人來說 乘回五分二 乘回四十幾萬 乘回三十幾萬 差不多兩個一個去 其實都很厲害 其實有些人就說 歸歸歸 當然啦 免費的 你去完動漫 當然是順便下賣三樓 沒有蝕底 這件事 最重要 就是這些 街邊的思維 大家這樣想 其實這個思維 是不是會吸引到三樓 但是是不是很多家庭客 讓我們先回答 我相信絕對是多錯 其二就是 當然 來的人的圈子不同 對大家買東西的銷路有影響 可能 我那天幫阿星夢亭去看檔 可能我們賣的 有些四格本 四格漫畫 這類的東西 可能是比較偏向 我們核心向的讀者 可能如果你說 外面加客 我們比較容易看 一些一眼就比較吸睛的東西 比如說 或者是獅子集 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相信 也會有影響 其實之前 我們訪問阿星夢 有說過 基本上 為了方便香港人 比較容易認識 有些大樓 例如SAO 男人這些 香港對多家庭的觀眾 應該他們不知道 男人什麼 還沒做 SAO好像無線有做過 我想 理論上 如果一家大小 進來 那個小孩 又看電視 應該有部分 和日本的男人 應該知道 當然 當然 Love Life 可能因為他們接觸 Apps那隻遊戲 無線的名字 我不說 會不會說 很多街客 平時在C2RG 看不到的那些 都會認識到 那類作品 感覺上 我想 程度上 就未必是這麼大 我相信可能 樓下 看洞瀾的攤位 影響會比較大 如果你說 葉滿多人的作品 或者看國川 或者看他們 擺放的青銀攤位 絕對 聲勢上 一定是 好看的同仁 不過 最重要就是 讓這班街客 了解到 原來 我們賣動漫的模式 有這個 叫同仁治的模式 原來 會有些人 他們會這樣 去擺攤 或他們自己的作品 和官方的東西 不同之餘 都會有一些 好看的東西 但我相信這個是個 好的嘗試 要逐步人 而這件事 可能硬件上 來講 RG或者CW 還未做到的 最重要就是 我純粹因為 一來就好學 或者說欠免費入場 所以在動漫展這個項目 裏面搞 又在會展 就容易吸引到人們 去認識這個文化 我知道 今次專業Unit 純粹賣那個 Marki加 Niko 那個本 和Z 非常之好賣 我知道 很早已經賣完了 也很早完售 但我想問 你覺得 今次賣出來的Z 比例來說 是多了一些死中粉絲 還是多了一些其他街客 其實死中粉絲 他們有一部分的人 是排通宵的 排通宵 排通宵 為了要進去CP 他們知道我們的東西 是非常之搶壽的 所以 他是 通宵這樣排 為何不等到CW 是 我也不太明白 但是 我可以說 他們 應該買了我的東西 我想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這一堆 死中的朋友 即是 切夜走 是 或者是 極早過來排隊的朋友 他們真的 下面那個場都不去 直接衝上來 因為一開場的時候 然後我感覺到 有些人是 極速奔跑 那 是的 但是 也有街客 但是 當時 他們想買我的東西 但我當時已經沒有辦法服務他們 就是這樣 好了 我是起了一個死中 但沒有去那裡那麼誇張 我覺得實際的經驗是怎樣 想記者進場的人 都要記者的本分 去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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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大概11-12點 嗯 時間差不多 有些空閒的時間 或者動漫智活動 沒什麼東西 就先上去CP 坐一坐 上去之後 一張ULI的排隊 今年的排隊是有趣的 他們分了一段 即是 有些人會在牆壁那邊 OK的 不會載那條路 所以我排在外面等 等著去買 其實那時候可以買到全套的 但時間 好像還未到 下午 10點 大部分的死中 會衝進來 斯丹轉身 轉彎進來的 那些 那些不是去我那裡的 那些很誇張的朋友 或者是去另一邊的 A牌的朋友 那當然 多數那些 其實那個年齡層 是不是都是十幾歲 或者是二十幾歲 我覺得是中學生 或者大 中學生一兩年 那些年紀 是啊 原來都是 都是年輕人為主 可能當時也是 那幾天都是 星期五都是要上班時刻 但是 講起 很多排隊 當然要講講大會排隊安排 大家怎麼看 今年 你覺得大會編排 和安排排隊的情況 至少我們那次就訪問過 阿Sam 也好像沒有說 一位要收幾百元 沒有說工作人員要收費 那些東西 我聽回來講 應該也沒有 因為我小弟都知道 好像沒有 但是 那些排隊情況 會不會有些嘈雜 排隊的人好像有些不滿意 或者都說 OK啊 現在這麼空氣清新 又地方又大 排隊又沒什麼所謂 你是講場內 場內 即是好像排隊 一開始衝過來 馬上排隊 那些 其實我中間發生了一些小插曲 正如剛才 他所說 我那條隊是分兩折的 當中就很多人打仗 我們當中試過派醜 你走過來拿著我們那張東西 我們才買給你 你真是夠打派醜了 是 因為 其實那個不是叫醜的 總之識別 你是排了我們那條隊 但是他們都很厲害這樣說 我又問他拿 他沒有給我 但是我們 也唯有信他 這樣就照賣給他 然後最後 又是有客人投訴 是去到一個亂的情況 是去到 我們當時是馬上去那間房仔 找大會的工作人員 其實他們的反應 是我預料之外 因為他們馬上派了四至五個staff 過來幫我維持秩序 都是受寵若驚的 完全沒有 不需要的 但是 他也提供了很多方法給我 但是可能 始終 那些當時排隊的人 已經是街外客了 大部分 所以 要他們做些什麼配合 或者什麼安排 都是不會 不會聽我們說的 是 不寧修費 是不寧修費 他們幫到我差不多 已經控制到場面 他們就會自動走了 當然 再說一句 排隊那方面 大家都覺得OK 也沒有說太大特別的問題 雖然說人都是多 也曾經有很多記者訪問過 也說錯了風林寶先生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 哈哈哈哈 其實有沒有覺得 其實香港的社會 其實對同仁這件事 其實都是現在叫初起步 Billy 我覺得絕對是 因為 最重要就是說 之前CWRG 可能都會有一些 媒體去採訪 但是那個圈子 都是為了一人的階段 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說 我看回這幾年的同仁 最重要 有個挺不好的現象 就是 少了新人出來畫 大家可以從報檔的情況去反映出來 對我明白真的有很多大維的因素 不是純粹就是 他們來不來畫東西 那麽簡單的 或者是擺動東西 那麽簡單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想由整個Flow 開始做起的就是 告訴大眾 有這件事的存在 去教育大眾 讓他們前面的文化 去接受這個文化 或者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可能你之前說的創意地攤 就有我們連銷市場的文化 雖然我們去連銷市場 都是一時興起的 或者我們買完連銷市場 開心心買完一些東西 第二天我們真的未必有用 對他們的角度來說 當然我不是說創作的角度 但是如果最低限度 做到這一步先的 大家對這件事有了認知 那之後 或者可能他們就會 對這件事有需求 有需求之後就會自然 有人出來 多些東西出來創作 那等大家對這件事 有更加好的觀感 那我相信這個是很好的第一步 不過大約也想問一下 我知道Angela 沒有去CP 雖然有去動畫 其實有什麼原因 導致不是吸引到你去CP 其實我和女朋友都很想去 但是那一天其實實在太多人 還有我們也收到 有些朋友提早去的 其實已經跟我們說了 CP不僅是很多人 其實CP很多東西都已經賣光了 我覺得逼了兩天 雖然是人類多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想那麼早去 或者剛好那幾天沒有空 其實那些人很想他都去不到那一隻 或者是覺得去了都賣不了他想要的東西 大家都有想過 因為CP是7月底 很多人都會說 CW都8月底 還要有兩天 又可以買很多東西 又或者說 那我還要留一些子彈 在8月底 那其實會不會這件事 都會影響到CP 那種 令人那種購物肉的感覺呢 Billy 我想我個人就覺得是未必 一來可能CP有新活動 那可能大家總去 有人想去看看氣氛 或者這個現象是怎樣的 可能有人覺得去CW 買東西會很辛苦的 例如CP 我不是說排隊的過程 我不是說唱裡面的情況 但是CP的排隊情況 都相當值得關注 因為就算我們身為組織 在出入場的時候 都有一些很不方便的地方 那些人留回去CW買東西 其實我留意到 ACG以來越多 所謂外國遊客 例如今年有些遊客 可以在進去 如果ACG真的在想 對遊客的目標 其實遊客未必是 這整段時間都會等到去CW 那其實你想回 如果CP只是兩天去 那些遊客未必在那兩天去 如果CP可以多多幾天 那兩個人會比較配合 但我有一個問題 可能會比較熟 CP可能搞五天 即是CP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會做到 但問題是 那些檔口做不到 即是大手 他們多人的 即是做五天的問題 即是樑姦姐 可能你做一、三、五、二、四、六 但這些小檔 一人檔口來 一人組織來 那他們怎麼搞五天這麼多 他們可能做不到 可能是 甚至有掛 如果五天固然最好 如果本人再去做多次CP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有第二次 即是說真一句 我就覺得兩天已經很夠 因為兩天小弟都開不足 即是我也減肥 基本上我是第二天 星期日 給我再睡一會 一、兩點才慢慢去CP 我很累 即是平時這樣說 如果你是一個打工族 你是喜歡同仁那些東西 但你不是說 即是同仁 主力是做同仁 做自己工作 其實 真是 如果叫他五至二去齊 就at least 你都要告一半價 最低限度 我自己說一句 其實我不知道阿淳超 會怎麼想 我回想起當年 我都可能參加四至五屆 都是五天的 其實每一年的 我每一年最怕過的 都是這五天 因為這五天裡面 是完全 你每一天 可能八點、九點要起床 然後去到 設好牆 然後等人來 終於開牆 來完了 但是他那個人流 其實可能會持續到 七點至八點都會有 當你回到家已經是九點幾 吃完飯十點 好了 你可以回到雙床睡 回到第二天又再來多次 但是這樣連續五天其實是極度痛苦 因為你可能有時在會場裡面 忙到連飯都沒得吃 但是這樣要維持五天 基本上差不多你做完 你休息一兩個星期都是不行的 其實是否五天來講 銷售量真的比兩天好這麼多 因為這件事是很多人的疑問 因為香港的CORE 那個同仁活動的愛好者 我只可以這樣說 大概粗略估計萬多 萬人左右 雖然入場人士二十幾萬 但是如果分開五天來講 其實是否真的會 那些人去買齊 這件事我們會有少少懷疑 這一點就 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 以前我一向計算 通常一、二、三天 每一天都是一天的成績 但是四和五加起來是同一天 那實際上 我想我安排上可以解釋到 因為通常四、五就是星期一、二 於是 行一來的星期五來了 星期六日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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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二沒有人來 是的 但是 同行檔還是要坐在這裏 其他檔也要坐在這裏 其實 你說是否真的少了 會少了第一天來的人 還有 我想 一些是 因為街外的客人 就是可能行一、喜歡行一來的 不過 你說 死忠那班 是我們幾時出現 他就會來的 所以 那班就沒有少到 但是你說 街客始終都會佔有一定的份量 如果是動漫節 所以 如果你硬要我說的話 可能大概三分一 沒有了 但是我想問一問 大概 大家都知道今年 街外客來CP 都算的 來的大部分 其實大家對街外客 那些感覺是怎樣 就是街外人 會不會他們當作 同行區好像是連銷 那樣 給你那個 對他們的感覺是怎樣 Villy 我想 有些事實 雖然大家 未必真的會這麼喜歡 但我相信 第一步就是 承認了他們 我都會覺得 他們街外客 既然我們會叫他們 街外客 和國同學 就是 很明顯 因為他們 一來就是來Event 二來就是他們對 同行上的概念 沒有那麼清晰 可能他們認為這些作品 不值得買那麼貴 又或者他們會跟你講價 是的 有人講價 但是 我們要承認這個 但是它是一個人數 它是一個開始 沒有什麼的 多了些人認識 或者多了些人來買優先 可能再搞幾次 他真的會喜歡我們的作品 如果你肯切之行 我相信這一方面 大會上之後 都會有更好的安排 例如 如何再教育一下大家 例如 這次CP 我們都看到大會有網站 去和外面的人 去講解一下 和人上的禮儀 或者是 和人作品 是什麼 例如 報攤的時候 不能用商業 用BR來報攤 類似這些 類似這些 我們都看到這些安排 阿神知你怎麼看 對於這些街外客 多街外客的情況下 會不會令到有些不便 或者什麼情況 其實有 量體有好有不好 我始終放了ACG 即現在變成CP 放了這麼多年 實際上 就真的有一班人 是由ACG 認識了同仁 然後去CW和RG 也都為數不少 我知道 但是實際上 如果他們未做到這個程度 之前 即所謂的街外客 其實服務他們 是非常非常之辛苦的 例如呢 是 講價 我們都跟他們解釋 不同人是什麼 其實我們是指資出的 我們不是賺你很多錢的 也都死場 死女 也都會有 批評作品 是兜口當面 站在你的當面前面 說成這樣 會講一些很負面的評語 而且他 可能他不清楚 畫師的本人 在這裏 其實是很苦心 即是很不開心 這些是 譬如是 老人家 師奶 還是那些 知識指 譬如二十多三十歲 公多族那類 其實是一些 樣子看起來 非常之串的叔叔 是啊 串叔叔 他會認為自己看圖的資歷很高 跟著 他不會清楚 我們是在做什麼 但是他就會 用一些非常之高的標準 去看我們的作品 但是 其實 說真的 我都很想畫到他們的標準 但是 沒有辦法 老實 先抽個水 看圖的資歷高的人 就不會只在Google 跟著就說 那張圖像那張圖 明明 看圖的資歷高 就會連頭 大概從哪裡來 都會想得到 不過這些 就不說別人的東西了 我們是 與人為善 我們是不是 I am 作為畫師的話 兩位 切切實實地 被人批評 各位聽過人批評 我們之後有個series 就是講畫的 歡迎上來踩下場 做嘉賓又做客 擺贏擺出龍門陣 真的 看看這個精彩 到時就 不過 先說回CP 先不要太遠 當然 我想說 這次CP 有些人說 CWT 是沒有舞台 CM 也沒有舞台 但很多人說 CM沒有舞台 為何這次CP 好像是CM的制度 還是有舞台 先說舞台 這次舞台 是比較奇怪 有些人說 舞台也不是面向門口 為何這次舞台 面向那些吉地 沒有人 當然有些人都坐在那裡 欣賞 Love Life的跳舞 歌舞 欣賞中西同志的拉二胡 和水賴琦的演出 Little Green Monster 當然 欣賞Sam的獨自的講解 當然 他最後一個小時 有一集 好像是火燒萬世喬 有一集 就是他一個人 說說整個節目的心得 是不是 Billy 這次對舞台的設計 如何看 有些事情 有些現實性上的問題 例如說 CP他要搞 他要吸引人流 真的要舞台 我想大家有些事情 真的 麻煩大家要在宏觀的角度 去看整件事 不會說 一米壞就說 有舞台是好事 或者不是好事 當然大家都可以說 Comic期沒有舞台 你要跟Comic期 為什麼要有舞台 但是可能 主辦的出發點 都想 是他要有多些人流 不是他想的 因為他可能有其他事情 要跟動漫節的主辦去做交代 這樣 而 這個 不是明向舞台 或者各國一頭的方法 我相信是 想減低 舞台活動 盡量減低 對擺檔的人的滋擾 就是大家聚集的時候 都不會有 塞到其他 攤檔上面 那樣的 那 加燈那方面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意見 我相信他都盡可能找到 大家想找的嘉賓 不是 我聽說 都有不同的組合 裡面都有些表演組合 我是認識的 但是反過來想問 其實作為同仁單位方面 對於他們聘請的 有幾位日本的組織來做分享 這個環節你們怎麼看 小學屋那位 對不起 我真的不能回答 胡椒拉胡拉卡 我忘記了 其實我相信 不如先說 結果 他們都相當受歡迎 帶來的作品都賣光了 都有不少粉絲 香港的粉絲 主動去 給他們一些鼓勵 他們都來得很開心 如果有個結果來看 我相信是一件好事 當然 或者你說 對一些街外客來說 他們是不會認識他們的 這方面來說 我覺得是會照顧到 圈內人的需要 我想問Andrew 我都知道 你去外國的動漫節 或者童人節 其實你喜不喜歡 童人節有舞台 是這樣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那個舞台 是安排得好 是沒有問題的 例如 我講回多倫多 有一個叫AN Anime North的一個 活動 其實他們的舞台 是某幾個小時 就會有幾個表演 就不是連續下去的 可能 那些人就會 一來 就會抓到那些人流去那邊 那些人就 等的時候 不會站在那裡等 等到那裡 可能會走 走來走去都可以幫助 那些同仁買到東西 然後到了東 才去到那個舞台 還有他們放一個舞台 是有一個地方 讓你看 讓你站在那裡 都不會阻礙到 那些攤位 那其實 都是看回 其實是絕對幫助到 但是 一定要安排到 是不會阻礙到 那些攤位 甚至你到了這次CP 其實那個音響 會不會 之前試試CW和RG 都說 很吵 或者 聲音很嚴重 或者很塞 這次 塞人流 應該不會塞 那些聲音 那一點 不會太塞 那些音響 其實呢 我的時間位 是距離 這個舞台最遠的位置 那我其實 當時 我想 除了 真的 有歌舞 那些 會傳到過來 你說人說話 其實是聽不到的 我們那邊 對於我來說 聲浪 都不是問題 哎呀 三個說話 聽不到 有嗎 說話 在樓下看得到 這次 會場 就出了一個 好像跟CM差不多的東西 就說 黃牌和紅牌 就好像一個球場 給個黃牌警告 紅牌就要趕出場 即是踢出場 那 今年 亦都有人報道 就說 會場裏面有人賣copycat 的東西 亦都有點說 好像有些 就是 好像有些圖 有些投訴 亦都 曾經有人投訴 我看這個 就根據一些網上的報道 其實一直以來 這件事 在香港的童年圈 其實覺得 當然有些情況 一直都有人說 不過就知道 其實不是很嚴重 其實 講到CP的情況 我們走過 就不是很多 當然有些涉嫌 我們不知道 其實 有時候 這些情況 是怎樣避免的 譬如你看見另一個 檔口 譬如你隔壁的檔口 是賣這些東西的 你明知道 那個賣的東西 是第二個話師說過 不是他說過 你們通常會不會 做一些行動 你會不會 善意提醒 或者溫馨提示 或者不如 不如不要太多事 不要太多事 很多事 世界就不太好 我相信 有做這些事情 賣的那個 自己都心知肚明 例如說 我拿一個CP的例子 做比喻 當時 中西同志 有上台去 拉移戶 台上 大家都舉牌 不可以拍照 台下 很多人拿著相機 做一些疑似相應商的動作 當我看到其中 有一位朋友 上了相機 影響舞台 我就好心 壓著肩膀 提醒 不好意思 這裡不拍照 那些道德員 馬上回來了 我看到旁邊的 staff 做了一個同樣的動作 當然 對象就是另一位 拿起相機的人士 我相信 這些事情 大家做之前 大家自己都知道 道德界線的問題 一有人提醒你 他就收起 沒有人提醒你 就有點像 大家默契就這樣做 繼續做下去 自己跟自己說 做這些事情是沒問題的 我反過來想好奇 我不計算算CP 現在你說CWRG 其實兩位 看不見到 還有這些比較過分的情況 反而我覺得CWRG 可能 來得那裡的人 通常都 真的喜歡同仁 通常我覺得 一些畫師到 比較少這些情況 但可能去到動漫節 這麼大 這些活動 就會吸引到多一些 以前 除了你說今年 其實以前都有一些 會印別人畫了的作品 然後用手畫出來 這些其實都很踩界 也都有一些 你會覺得它 根本就是淘寶貨 都不是自己畫的 當然以前就沒有做事 但是我跟其他攤位 通常談的結果就是 算了 人家都是做生意 我們都是不會投訴 但是如果現在主辦 是主動出擊 去發這個黃牌 紅牌 我當然是很贊成 因為我們未必 那麼好意思 兜口兜面去說他 是不是 就算你兜口兜面 你暗暗地 通知大會的人 但大會不一定會做事 就是不一定有熱心場 會出黃牌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新的圖 寫在舊的圖 林毛 Copy 這件事 如果真的有個人 專門去做這件事 不然你們投訴 未必有效 我想說 你那句新的同仁 和舊的同仁 是不是新的想法 是悲哨的想法 說真的 今年我們聽到一些報道 就說真的有出黃牌 當然有些 都會停售了一些時間 這件事可能對於大家 或者對於同仁 這個感覺 是有一個警示作用 說過分一點 大家如果看報紙都會知道 不在CP那邊 在主場館 可溫那邊 就有一些攤位 就好像大概四個 就被人說他賣一些 是侵犯版權 因為你知道 現在落地拉審的 參資訊是多了 所以就會有人投訴 我不算去了很多天 因為暫於採訪安排 有少許限制 有抹住場的時間 會比較多 但其實我去的那段時間 我發現 我見到一個很好笑的情況 就是 我和友人走 然後見到 這些不是繼續在賣 然後見到 有一個很意外的東西 就 咦這傢伙好惹 好惹在什麼呢 這幅圖 上個星期才在P網 見到我這麼快 拿出來印的 然後我難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我笑得果然神速 那我現場報道一下 其實那一天 我主要是住在星期五晚上和六日 其實星期日 早上有幾檔被封了 有些官員看著 不知道為何到下午 不知道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這幾檔很明顯 因為歷格也會有 霸了一堆抱枕 藍燈 總之是印了好多 不知道為何到哪兒來的圖 即是那些女性惡色的圖 近年流行輕的龍馬圖 其實大家都明白 同場有一個木棉花的地方 基本上刀劍十尾 那群的版權在一起 或是葛穿那群的版權 那你這麼多樣賣 其實年年都被人白眼 不知現在今年才有人在工作 那今年才會比較高調的人 應該是吧 至少電視台也會先賣 不過再說一下 即是說回到CP 即是經常都說 CP號稱 很有CM的影子 因為小弟就沒有去過CM 那我就想問 近期CM 即是C86 如果我沒有記錯 即是跟Compat Market比較 即是覺得氣氛 不要說氣氛 即是氣氛 即是不可以 即是說一些事情 即是說一下 規模 即是設定 是不是這麼像樣 硬件上來說 有些支持 包括他的形象 我們都覺得 他好像很有型格 要填下去 好像有很多東西要填 我想不知道 他有沒有限制 CM有幾張規定 是否跟Comic 一樣 那邊的Comic 籌限 是否三張規定 這裡有五張 原來是這樣 每次有吸引仔 在兩天之內 好像吸滿二十幾個印 就不可以再進 十幾十幾 二十幾 我忘記了 補充一點 其實就 不是針對同仁 因為 連剪商那邊 參剪商 即是主舞台那邊 其實都要吸引 即是你過往 其實如果大家有經驗 會見到 一些比較大的公司 例如 LEGO那邊 其實後面就是換它 反腦成 他們那些人 會不斷出出入 但今年 其實他也有改了一個 arrangement 就是 你要有人 出出入 他會幫你扔人 你把一陣子扔到爛了 那你就 他就會 咦? 先生你好似出入了很多次 所以不單止 這次是整次的 金界動物 是一個新的arrangement 改正一下三張 你說是不是有氣氛 這件事 其實是很籠統的 因為他有很多東西 加在一起 我覺得重點就是 我們現在 日本見到 comicare的氣氛 拿到來香港 是不是每個人都覺得好呢? 可能在日本來說 日本就覺得 大家這件事很好 例如說 如果我真的搬了 日本的comicare去香港 很多大頭的 條條龍都很長的 但我相信 這樣的話 一樓那些加油客 就不會再過來 這個長度排隊 或者 變了 他們沒有機會 去認識這個文化 我相信就是 主辦可能他的原意是好的 他想搬一些comicare好的東西 過來香港 他說 最低限度 我們有件事最不像的地方 就是 我們那個場 多點冷氣的 沒有comicare那麼熱的 我相信這件 對大家來說是一件美事 但是 可能有一些東西 主辦都未必 在這個時候未必控制到 你說 有多少人過來報當 這個好在於香港的同仁圈 有多少人可以 走過來說話 今年的地 請了 有些人請到日本的同仁圈 組織過來 但是 明年 他們不會再請到 就是一些未知之數 或者香港是不是真的 會多了人去報名 因為這些東西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說 我有個場 就可以叫到五百 或者我有個預算 就可以叫到 有這麼多檔過來參展 我覺得這個不是的 好看香港有多少人去畫 就先行的 就是說 你說 日本comicare都沒有 但是我相信 大家暫時對這個 這個舞台表演 影響都不是太過負面 最低限度 我們可以請到幾位嘉賓 幾位聲優 中西童子 或者是 有請到 動畫的聲優 過來 去做一些comicare 本身沒有的事情 至少 台下方面 雖然說 有些人拍照 至少都沒有說 一些很破壞性行為 至少沒有人說 中西童子上面 那些沒有 那當 旺子 你怎麼看 如果真的把comicare 那樣東西 搬來香港 那邊 其實是不是真的不合理 其實 應該這麼說 comicare 很多很繁複的申請手續 或者他們很多 一些規則 對一個 現在還這麼小的活動 當然就是過多 我自己申請的時候 我都在想 其實 那麼多的類別 為什麼呢 其實我想問你覺得CP是否小活動 目前來說就是 如果你跟其他地方比較 他的人流固然是多 但始終參展商是很少 如果跟其他地方比較 他當日去到報道的問題其實都很多 他那個報道的位是一間很小的房間 亦都要排入去報的時候也是非常麻煩 還有他有一個我不是很清楚Comicat是否真的有這個規則 因為我參加Comicat就沒有參加過 但我參加過其他同類型的活動 日本的活動 但他們要求提交見本的是18禁的書 但當日CP是不管你是什麼書 就算宣傳單張都好 都要交 所以都要交 所以就比較 他說跟著Comicat我就有點意願 這個我先補充一下 其實我參加過Comicat 其實他們要交是一本一本一本的 搬來香港 或者可以簡化手續 他事先通知大家 我們有這個動作要做 給大家另一張圖 事先填領線 我相信大家 去參選之前都知道自己會拿什麼書出來 可以選一些日本好的地方過來 當然日本有些地方 對香港來說不太適合 太繁複的 或者未到這個規模需要這麼多規則 其實可以選回來 最後一句 很多去銅行場 經常都說 香港和日本不同 香港今年的CP 其實都算可以叫做清水場 沒有什麼 18禁的書 或者我們叫做二級書籍 不要說什麼 很少 差不多接近零 有兩種說法 有些人當然說 都不像CM 完全都不像 但是有一批人說 對於一些公眾認識 和別人的情況來說 這件事是好事 相對來說 他們比較容易接受 大眾 真的很多公眾 一拖男大女 或者拍拖 或者一家大小 或者阿叔阿嬸 都不奇怪 對於這件事 大家怎麼看 何必回答 清水場 其實沒問題 每個場 可以有自己的定位 但是當然 香港 還沒得賣18禁 這件事 就看香港發展 可能我有個比喻 就是大家 我當做同行場 好像在教我們 現在的美食博覽會 如果大家 自己想 純粹出於自己的愛好 自己做一些東西 可能當你 我喜歡做個美賴之俱樂部 去做一些美賴之的東西 出來給大家吃 雖然未必過我接受 你是土方 不是土方 但可能有些規模大一點 可能他是開餐廳 他當然會做規模大一點 煮雷華煮咖喱 我們會煮番茄咖喱 拉麵咖喱 或者是咖喱爆 但是可能 為了要照顧 街外人的口味 我們會 煮一下口味 令咖喱沒那麼爛 那這個十八禁的比喻 我就比喻 我可以用這個 吃河豚做比喻 河豚在日本 或者真的很好吃 大家都真的好想吃 但可能日本 他有一個 完善的制度 他可以有師傅 幫你切 令到那些河豚不會毒 又或者他可以 營工範製 一些沒有毒的河豚出來 讓他超市 都給大家吃 但可能大家要接受 有時可能說 香港未吃德學前住 或者如果 但你真的很想主學斷力 那你要想辦法 爭取一些法例上的東西回來 CP都是剛剛起步 亦都是一個 我覺得 終於由地攤 這樣的感覺 變成了一個 真是一個同仁制 那 現在就越來越多人 認識同仁 那我覺得 暫時 還是清水場 是一件好事來的 始終你要多些人支持 他們真是認識到同仁文化 知道同仁法原來是有十八禁的東西 那你才會多些人幫你出聲 其實這些十八禁的創作 是應該可行 總之一步一步來 對了 反過來 去了兩天 有什麼微言 不妨化露燒 入場出場 手續有點繁複 還有 如果在組織想走的時候 都要迫著跟著 動漫節的大隊走 所以 當然不便 正經系制度上 最好有改良的空間 如果你是真的不知道 洞路 原來我發覺 可以靜雞雞從下面搭電梯過來 再搭電梯到三樓 再搭電梯入場 但可能未必過Sycle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我是第二天才知道 是的 這個其實是一貫的慣例 我講一個更誇張的東西 你們這個叫小事 因為 你們沒有任何identity proof 被人看我是裡面相關人士 所以你前面又卡住了 你不准走特別通道 你應該會遇到這些情況 有一個更誇張的是什麼 某年的類似的 event 就是 就是有線 托著大機 加個主播 安嬸 不給油 你不是傳媒 因為沒有傳媒登記 因為問題是什麼呢 傳媒登記處是在門口 那你要走特別通道之前 你是不會拿到那個pass 所以就會出現這麼瘋狂的情況 所以 反過來 你就會有另一個方法 一些人會了解的 你熟行的 你就會知道是兜路 我反過來想問 如果你現在去到回展 對比在九展 大家上貨的問題 因為上貨區應該不一樣 這個反而我想問一問 我自己上貨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不是星期五上貨 我是星期六上貨 結果我只有一個小精靈 都很嚴重 抬著幾千份東西 不知怎樣 叫了一輛貨車 過到來之後 不知是不如下 然後拿著手推車 又租了很久 結果淹了很多錢 回展 回展 在新營 看見到原來就是那個位置 下車 原來就是給你上 那輛車 就是那個 另外一個貨車 要問 他叫 那些石Q 和你開一輛車 才進來 基本上你不知道 是基本上都不會知道 你不問 就一定不知道 可能我們對於參加多展 的同行組織 就多一些這些 上去下貨的經驗 其實我們那次都很靜路 在扶展新營的地下 那邊 就下貨 用手推車 坐電梯 過來三樓 開巴士去 但是我覺得 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是每個 Circle 真的會知道 如果說 主辦有一個搞的經驗 知道那些人流行的方向 會怎樣 可以多給一些街拉 給一些Circle 看看怎樣上貨 怎樣走人 可以不用撞到動漫 那些大隊 問多靈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 CP的桌子 是小於其他展 小一點的 但是我想問一問 展示商品方面 那個影響性有多大 在日本和台灣 其實桌子都是小於九剪的 那你都問我 對於一個剛剛成立的Circle 其實九剪的桌子 真的很大 根本是填滿 你問對於展示商品來說 我覺得 因為可能 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九剪的桌子 下面是沒有桂桶的 但是 會展器非常之好 桌子的設定下面有櫃桶 這個我覺得是實用 所以我不知道他從哪裏 找這些桌子回來 但是 小了 是不是真的影響很大 我就不覺得 始終它有一定的面積 而且實際上 如果你一檔不夠 你可以撥兩檔 是 還有一件事好的 至少會展那裏 不用貼貼貼貼 你那些攤和攤之間 是 要加個意見 雖然裏面有空間 但裏面有黃線 低下有多工作人員 千叮萬叮 就說千萬不要過那條黃線 其實他去到後期 沒有執行得那麼嚴格 但是當他請了一位星優過來 他就非常之有趣地 他不會另外安排一條通道 他就用了我們E排的通道 然後當時的工作人員 是有少少好兇的 我們 你不可以過那條黃線的 然後就把我們驅趕回去 你這麼好啊 那次有個工作人員跟我說 你不可以凸出來 那個椅拉架 我給7500元 那個工作人員應該是磨勢 我想說 其他人都知道 其實請問來點兔子 那位千挪 近來都叫做新喜的聲優 當然了 最後想問一問 大家覺得如果下次有CP02 先問Angelo 如果有CP02 你有沒有想說 我一定要去一次 絕對有興趣去 其實這次因為排隊上人數問題 以及我朋友報道了 有些情況 我也明白 自己辦商可能有自己的原因 是做不到的 但可能如果安排上 可以讓人遲些去 都沒有問題 這個方面可能會比較去 其實我自己買一買 因為我自己CP 今年我自己有擺檔 雖然沒有賣東西 只是純粹派東西 不過我覺得 因為入場的人 大多數都未必真的 有些朋友 有些感覺上是大眾客 所以來說 氣氛是不錯的 沒有太大的特別 但是你說 如果有CP02 我會不會很積極去參加 始終都是 你除了有時間才做 因為事前安排 還有要所有的 準備功夫都很多 這次CP02 我可以說 可能要熟一兩次 會較為穩陣 我自己覺得 我補充問一問 再問兩位 如果說到他們的 方比有這麼多 我想問 如果對比 我不知道CWRG要填多少 就你們所知 CWRG對比CP 在那個 我不講填方複雜性 我講處理方的能力 包括回復 批理行不行 或者說你不行 哪方面比較優勝 因為我目測 我估計CP那個 是一張 email form 應該不是一個 系統 所以其實 RG我不清楚 但是 CW就很明顯是一個 系統 它裏面 很容易會查得 自己填了什麼 有問題 都可以找到它說 但是CP 在這方面 感覺上 就弱了少少 因為填方的部分 這次 就不是我負責的 不過 我相信 或者大家給了少許時間 給主辦 我相信主辦這次 聽到大家的聲音 我相信 下次會有所干涼的制度 其實 我聽回來 CP 這次大家都對CP 不是太大的批評 只是說 可能要修補一下 那些事情 我個人有這樣看 事前 我對CP 有期望 但是 沒有想過 它會有多成功 至少將一部分 去慣慣動漫節的普通人 你明白 以前CW 也好 有很多人去 可能當時的狗戰 搞了其他活動 例如迪士尼 也不知不知 柜奇卡拉爺 有些家族會有一個路過 但問題是 今次的動漫節是成功的 固定了一群普通人 例如家族人 例如佛台圈 去慣慣動漫節 都能進場去接觸到 其實是 大量增加了很多人流 至少 比你們去 你們客戶的來源 多了 比人認識和機會 多了 我覺得是 某方面 我覺得它是很成功的 最後一條問題 我想問問兩位 Mini 如果下次有CP02 會不會報 我會的 我會答你 我相信 大家要對新交友同人活動 有些正面的肯定 如果大家不想來來去去 都去某個場 咦? 有些圓外之音 聽到一些 大家有報名的活動 其他組織 最後問問 純子 如果CP02 會發生 有什麼期望 還有什麼想 會不會再支持 或者再怎樣 你問我 我應該傾向是想參加的 但是 我個人有些因素 可能都未必 香港會繼續玩很大 你問我現在這一刻 我很難回答你 下年 究竟會不會參加 其實都跟Sam 有聊過幾句 我都覺得他很有熱誠 搞這個活動 很想搞這個活動 但是 問題 不是在他那裡 是在我自己那裡 那 可以 但是我 我會 很推薦這個活動 給其他的朋友 他們真的可以 佈下檔 是跟CP02很不同 就是這樣 看來你這個結語 應該我們可以把 Come on James 說為 Come on Sam 哈哈哈哈 對不起 作為剛剛的總結 好了 那我們今天CP後日談的回顧 就暫時去到這裡了 那 有什麼事就 看看下屆 再有什麼可以說 或者再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地方 好 今天先去到這裡 拜拜